大山脚南美园的洪水等了接近四天 今天早上终于退了 巴沙也恢复了人气 居民和商家赶紧冲回家园收拾残局 吃饭吗来 来吃饭吗 要吃饭吗有水有饭用吗 来来来这边来这边来 大哥大姐忙着亲礼 而一群在网络上结识的槟城年轻志工 透过微信联系和号召 推出这台平时是用来做生意的高点把骨车 在南美园里为居民免费派送食物和饮料 妈妈 妈妈 又来吃饭 来 乔乖 阿爹 乔乔买 阿姨 乔乔乔乔 原本以为像这样免费派送的食物 可能不会很瘦弱 但真实的情况是 现在开始就他们在存食物了 好新哦 就觉得买不到了 陈彩 对不对 很感恩这边有食材 居民们每一句真诚的感谢 都没有让年轻朋友听见 却在镜头前真实呈现 感恩他们 但是我们很好奇了 把布车上又有水 又有面包 又有蛋挞 又有爱心便当 炒饭 炒米粉 一探听之下才发现 部分的爱心竟然是来自这里 从新鲜食材到现场烹煮 再用一条龙的方式装起爱心饭盒 大哥大姐从水灾发生之后 就一直聚集在这里 天天为灾民送上 早午晚餐 自工自转 一工一工 一工才要的 因为我家也是淹水 所以就来帮忙忙一下 能帮就帮 今天搬了几盒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现在目前为止 刚才他们上去了 已经一千盒了 一千多盒了 是的 原来大哥大姐的爱心 有一部分是送到了这里 再用年轻志工派发出去 我们的一个群人认识的 一个群人认识的 一开始是全部是不认识的 那后来就是说 洗在一起了 探探探了了了了 才开始要做这样的东西 而且你还孕是不是 对 五个月 你这样也跟他们跑 对 其实还好啦 就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做三四也是很好 就帮助大家 因为真的这个时候大家其实都很难挂啊 那里有事就去那里啦 东西 有他们陪我OK的 赶赶去的 叫我一个人做 不要啦 你一个人去也是有时候拍摄 送这样少不懂够不够 如果一群人 一人寄一点 还要一人出十块 这边都几百块了 一下子很多东西寄下来 赶赶送的啦 这个团界的精神 辛苦一点不用精致的 一句话啦 患难见真群 患难见真群 这或许就是这座山脚下独有的人情滋味